随着黄浦江冰江两岸贯通升级 上海的一张旅游名片 浦江游览也已经启动升级换代 力求打造成世界级旅游精品 继本月一号浦江游览一号船首航以来 新航线新产品也在酝酿之中 中午11点浦江游览二号轮从16浦码头出发 向无松口方向驶去 对浦江游览新航线无松口航线展开试航 与以往的浦江游览旨在卢浦大桥和洋浦大桥间航行不同 无松口航线从16浦码头一直延伸到无松口 游览时间也从原来的一小时增加到四小时 沿途游客们除了能欣赏经典的外滩万国建筑群外 还能看到杨树浦发电厂 贡清森林公园 上港九区集装箱码头等景观 这边有这边的图 特色老的工业基地工业的企业 变化很大 脱胎换骨 变成一种文化沉淀 与传统的精华游航线不同 无松口航线更注重深度体验 四小时的航程中 游客们除了观赏沿途风景外 还可以欣赏民间艺人表演 魔术歌舞等 看 这么多 这么多有老上海这种风情 然后好像楼下现在还有什么演出的 当然中午的时候饭菜也挺丰盛的 我们把这个时间拉长 然后再增加了那个内容 所以游客体验都会比较好 市旅游局通过大调研发现 世界级滨水旅游大多形成了多种线路 多种船型 多级票价 多元体验的 丰富水上旅游产品体系 此次推出新航线 正是浦江游览酿升级的举措之一 除此之外 浦江游览还计划实现 从单一的环形防缓 向沿途多点停靠转变 游览时间也有望拓宽到全天 我们正在设想 比如说有一些码头和码头之间 像短博游船80一项 寄上寄下的巡回的这样一些短图路线 能够把它设计出来 白天我们是两边做一个品质的提升 提升以后 白天可以看到说 使得两岸的建筑跟水面 可以生成交相宴会的一个景观 晚上我们是这次对 全线的灯光系统做一个升级改造 目前浦江游览项目 由分属9家公司的34艘游船在经营 同质化竞争现象严重 为了将浦江游览打造成 世界级冰水旅游精品 相关部门正在对游船公司进行整合 这次整合到一起以后 我们同质化的竞争相比较而言 它就可以消除掉好多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就可以提升黄浦江整个的旅游的品质 此外市旅游局 市交通委 市场监管执法大队等部门 也将加强对黄牛的联合整治 从而形成健康的浦江游览市场氛围 记者邱旭黎 谢丹青报道